女生要穿什麼 反正就是她的自由 因為重點本來就是你不能騷擾她 第二就是說 國內外其實都會舉辦展覽 把受到侵犯的女生的衣服留下來 其實你去看公眾展覽 你就會發現什麼衣物都有 物料不會特別的少 她就算穿得再保守 都會有人去侵犯 所以這意味著 穿著打扮會怎麼樣 跟一個人會不會性騷擾她 可能沒有必然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不要太快去貼上這個標籤 啊你就是因為騷啊 你就是穿得少 所以你才會被性騷 我覺得這樣子是對被害者的二次加害 那為什麼我們要討論這個議題 那是因為我們最近看了一本書 教導說 欸你要怎麼樣去避免被別人侵犯 那其中就有 如果女性穿得比較裸露 可能會增加她被侵犯的機率 那書中就有提到說 那可能就是要避免這件事情 欸那我們認為說 這個說法並不是這麼這麼恰當 但都沒關係 重點是 這個禮拜五 5 5月12號 重點是禮拜五 髮白放大鏡第三場 我們要跟大家討論 每一個人都需要的 性犯罪預防之對策 那我們邀請悠遊律師 王銀針資深記者 來跟大家探討說 親密關係當中 或是我們資深的關係當中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以及 我們要怎麼去應對 這個禮拜五的活動 非常值得你來參加 髮白放大鏡第三場 等你